不知道孩子要結婚 在那邊怎麼辦啊 已經等了四個小時 遲遲等不到放心 就為了北上趕這場關鍵婚禮 不曾想遇到山陀兒郊居 所有行程亂了套 不方便 對老百姓不方便啊 住在這裡 因為我的孩子在台北 好像後天要結婚 趕不上時間火車也沒通啊 我從四點多就來了 台九縣河仁到崇德路段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因為山區降雨不停 泥流落石攤防不斷 開放時間只能滾動式調整 那我已經講過最新的資訊 在今天上午八點的時候 蘇花公路崇德路段 這邊已經開放通車了 台九縣154.8公里 到河仁167.5崇德段 今天上午臨時 開放三個時段通行 預計下午1點後 再度預警性封閉 而東部交通卡關不止花蓮 公路局昨天晚上針對新香蘭 到大午路段預警性封閉 今天上午10點 開放三小時通行 大貨車趁著這段時間 往返南迴送貨 而東部幹線 對號列車今天維持停駛 只有區間車正常 山陀兒暴風圈 還沒打算脫離台灣 東部交通狀況 也只能看天吃飯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你不是要摸 你不是要摸 你不是要摸